今天呢也是这个天降月 其中一天殊胜的日子 那我到阳明山来要礼佛 那在礼佛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直播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日吉祥 夜吉祥 日夜都吉祥 想任何事情都能够成功有成就 跟大家结缘这个巨父之手 那其实呢他就是佛手 那大家还记得大藏经吗 他在大藏经接受加持之后呢 就放在阳明山 就放在阳明山 然后呢这个巨父之手 其实他就是一个招财阵 给大家看 那他这个手你有没有感觉 他也很像佛手 然后展开就像莲花的样子 然后这里有一定元宝 有没有很漂亮 他是一个阵 是一个招财阵 那这个一定元宝呢 就是一定赚宝宝的意思 放在他的手上 然后呢我会把他供起来 然后这里放一张释迦摩尼佛的汤 然后呢每次就是摸他 你就可以这样子 念完之后呢这一只手 我们的手就沾染了他的福气 哇马来西亚好多人订对不对 他们虽然不能在台湾的电视购物订 但是因为他们有加入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专用的APP 所以呢他们有羽扬产品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APP 就可以去下订单 好那数量很有限哦 如果大家没有结缘到的话 那真的就是错过了 就太可惜了 好所以你也可以把我这一段直播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他们一样可以得到健康财富 长寿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 对 这个请回家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去摸他 尽量去摸他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富翁呢 家里都有佛手 当然他不一定是这一个佛手 他的佛手也不一定是经过大藏经加持的 但是这一个佛手 他是大藏经满满的能量 他那个手就很像把大藏经的能量这样子 一直吸附进来 然后收进来 变成一个福报的聚宝盆 然后你再把他请回家 放在家里面 然后他就会散发出来那个福报 让全家人都可以得到满满的能量 那现在的人呢 压力很大 那我知道今年以来 全世界各地也是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人心惶惶 那其实我觉得 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宝物呢 也可以让我们全家人呢 更加的安心 更加的安心 更加的可以放心去做自己的事业 加持的数量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就是把这一些数量呢 跟大家分享完 佛手可以放在哪个位置 其实如果你要我帮你看 你最适合放在哪个位置 当然我也有这个服务 但是呢 因为这个其实你不管放在明才位 或者你的暗才位 或者你放在一个 你全家人都看得到的地方 其实像办公室也很好 你的办公桌的桌上 如果你的办公桌够大的话 如果你的办公桌 你的座位的后方 有一个平台 或者有一个柜子 你都可以放在那里 可是我觉得啊 重点是可以常常摸它 所以我不太建议挂到太高的地方 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任何地方都可以放 没有什么禁忌 当然不要放在厨房 不要放在厕所 放在比较干净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常常去摸它 然后我自己呢 很喜欢去摸这个元宝 我很喜欢去玩这个 因为它很漂亮 对不对 你看到有没有觉得心情变好 开心就是开运 看到这个觉得 哇 特别的招财 其实这也是一种吸引力的法则 就是呢 你家里有放这个元宝 那你就会招财进宝 要用哪一只手啊 我跟你讲 左右手都可以 关键是你的惯用手 像我是习惯右手 我就拿来这里摸 那有些人是左撇子 它可能就用左手 左手右手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它没有限制 一定要摆在哪 摆在玄关非常的好 每个人回家就先摸一下 最好先洗手再摸啦 比较恭敬 那出门的时候可以先摸一下 好吗 马六甲的朋友 欢迎你 医保的朋友 好 你们如果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 都有机会可以请到 就是直接到我们的app 或者你可以加我的LINE 加我的LINE我也可以回你要怎么买 那如果你不知道加什么LINE 你就写加LINE LINE加1 那我们的小编就会来回你的 可以放在房间的书桌吗 可以的 可以的 放在书桌 很棒 因为你放在书桌 你常常坐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常常去摸它 对不对 对 app下单 佛手 谢谢你 一定赚宝宝 这个是不是很赞 而且今天呢 我还有特别加正一个金刚沙 祝大家阿弥陀佛 吉祥如意 所求的一切都可以顺利成就 阿弥陀佛 拜拜